各位同学好 我们接下来复习案例一 某物体做水平剪辐运动 其位移x与时间小t的关系为x等于2cos4t 好那这个式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它是一个三角函数 那它会在2和正2之间来回的震荡 对不对 在2-2到2之间来回 对不对 所以意思就是正幅呢 其实就是2 那除了正幅以外 我们还可以知道它的角速率 因为我们的速度 去乘上时间会是走的距离 但是角速度去乘上时间会是转的角度 那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写为x等于2cosθ 那可是因为θ就是ωt 所以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2cosωt 这样子 那跟题目的题杆做一下对照 你就会发现这个Omega其实就是4对不对 Omega就是4 所以跟题目的题杆做对照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Omega其实就是4 然后正幅R其实就是2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算了 第一小题求周期 周期就是大T 而Omega和大T之间有这样的关联 Omega就是t分之2π 这是在5G所有介绍的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把T写成Omega分之2π 而Omega是4 对不对 所以结果就是 4分之2π 也就是2分之π秒 这是第一小题 在第二小题 求最大的数率 那就有如这个 有如这个位置 位置它是在2到-2之间的震荡 乘上三角函数 三角函数 cos在1和-1之间的震荡 那最大值就是1 所以x的最大值就是2乘以1 那同样的类似底 我们的数率 其实也是可以写为 参考员的切线数率 然后去乘上 Sign Theta 这个东西 这个参考员 可以参考我们 Google Classroom有附的动画 可以去看看 它到底是怎么投影的 好 这里还是很快速的 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好那如果说我今天呢是 我今天是有一个参考员 然后呢我从这里走到这里 这时候的瞬间的速度呢 沿着切线方向 瞬间速度沿着切线方向 这是整数元宙运动的速度 那么它的投影呢 投影在水平上面呢 就会是 就会是紫红色这段 紫红色这段就是我们的水平投影 那这个水平投影 它会是刚好是我们的 Vc的Sign Theta 怎么会呢 因为这个角是Theta的话 那这个角是Theta 而这个角是Theta 好那这个你可以自己去 想一下它们之间的结合关系 好所以最后你会得到 速率其实是 等数元宙运动速率 它的Sign Theta值 这个Sign Theta最大就是1 最大就是1 那所以 我们的Vmax 我们要求最大的速率的话 其实就等于 等数元宙运动的速率 好所以其实有一个技巧 如果你看到最大 要求最大的速度 最大的加速度 那都是回到等数元宙运动 那等数元宙运动的 速率可以写成ωr 对不对 或是2πr除以t也可以 2πr除以t 那这个2πr除以t就可以写成ω 好那我们把数字带入 数字t就是第一小题算出来是2分子π 而r呢 r就是2对不对 正辅就是2吧 所以这样算出来的结果是8 结果是8 第二小题的答案 好再来第三小题 最大加速度 哦又出现了最大 只要它出现的最大 你就可以很开心的把它带回去 去用等加速 用等数元宙运动来算 所以a max a max 我们的加速度a 其实也是 向心加速度 然后乘上cosθ 这个也可以去看一下动画 或是参考学习单 好那么 所以那个cosθ也是一样哦 最大的话是到了1 最大是1 所以这个加速度的最大值 其实就会是向心加速度 那向心加速度 你可以写成r分之v平方 对不对 或是ω平方r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用 我们今天用r分之v平方 r等于2 那v刚刚算出来是8 对不对 好所以 这样算起来就是8864除以2 最后是32 好那第四题 因为要讲比较复杂一点 那我们分两段 另外一段影片再来题 好第四题 第四小题 当物体从初始位置 向平衡点移动 形至位移为一半正幅处 需要多久的时间 那首先呢 什么是平衡点 平衡点就是 这个参考员的 原心对下来的这个点 这个就是平衡点 我们通常呢 会以平衡点为左右对称 或上下对称 好那以向右为正向左为负 这样子 那它要的就是我们要往平衡点动 那可是一开始它在哪里呢 一开始它在哪里 我们需要把时间带入0 如果要找初始的状态呢 那就是时间 1-0秒 0秒的时候就是初始 初始状态 那结果你替代0进去的话 你就会发现 x就等于2 所以一开始它就是在2的位置 那投影员的话是在这个右边这里 一开始是在这里 那么接下来呢 要走到哪里呢 要向平衡点移动 向平衡点移动 而且要走到一半的政府 一半的政府是哪里 就是这里 一半的政府就是这 一半的政府 一半的政府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时候就可以 把它写出它的位移了 它的位移就是这个紫红色 紫色这段 可是这个到底是耗掉了多少时间呢 这种题目的技巧是 你一定要把参考员画出来 然后呢去找出这个参考员 你的位置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 所走到后来的位置 这个后来的位置 它在参考员上是对到哪个点 这是你要画的 你要把参考员画出来 画出来以后你其实就可以 用一些几何关系 去发现说它其实是 走了多久 就像这样 我们现在是政府的一半嘛 所以本来最大值是2 那现在一半就是1 那这里是1 这个平衡点处是0 对不对 所以其实哦 这一段是走1 那这里也是1 可是我们的整段是2 那这个就是一个 1比2比根号3的三角形 那这个角度就是60 所以这个角度呢 这个角度呢 就是60度 找出60度要做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从2到1 在参考员上 在这个上方的参考员 它也是从 从这个一开始的位置 到了这个后来的位置 那它总共转的角度就是60度 所以走了六分之一圈 对不对 那耗费的时间就会是 六分之一周期了 那周期其实我们已经有算了 在前面是二分之拍 所以耗时六分之一周期 那周期又是二分之拍 所以结果是二分之拍 去乘上六分之一 结果是十二分之拍秒 这种 这个就是这种题目的特殊做法 从直线 对回去 对回去参考员 那对回去参考员之后 把你所最后倒抵达的这个位置 对上去参考员 对上去以后 看看它是在哪个位置 再利用三角关系 几何关系 去找出这个角度 看它到底是绕了几圈 那到几圈几分之一圈 再去乘上周期 就是答案了